来关心张化深港 小姐妹下课过班马县 遭车撞飞 命为送医抢救 至今进入第78天了 其中姐姐虽然是插管 但是不久前 可以跟医护人员眨眼 聊天还会笑 没有想到就在5月1号 突然发生了急性的水脑症 昏迷指数从11调到了只有3 引流手术之后 状况并不乐观 至于9岁的妹妹 生命争相稳定 但仍然处于重度的昏迷 将在周五转院做长期照顾 听得懂就眼睛眨两下来 一下一下很棒哦 本来可以眨眼 对着医护人员笑得姐姐 病情急转直下 5月1号突然发生急性水脑症 昏迷指数从11调到3 急性水脑造成她突然变差 所以目前是陷入深度的昏迷 医院紧急进行引流手术 状况还是不乐观 妹妹的情况则是持平 虽然生命迹象稳定 昏迷指数至今都维持在3 将转院做长期照顾 家里的阿奏一直在等姐妹回家 家属不敢让她知道现在的状况 彰化升岗两小姐妹 下课过斑马线遭车撞飞 命为送医至今抢救已经78天 想到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阿公满是无奈 阿公也谈到 赵氏的驾驶只来看过一次后 就没有再来决定提告 尽管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阿公还是不愿意放弃希望 一场车祸让这个家支离破碎 记者戴龙帽将会报道